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新年好 我是希望之聲越南新聞主持人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內容有 蒙大拿討論法案將Antifa定為本土恐怖組織 近根澳洲、加拿大要求臉書為使用新聞付費 美大主教說 拜登須停止自稱是虔誠天主教徒 Henity說 左派沉迷於仇恨川普 傑斯底里永無止境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內容 美國蒙大拿州的立法者正在討論一項法案 將無政府共產主義組織Antifa列為本土恐怖組織 在過去幾年中 Antifa在美國明尼阿波尼斯、波特蘭、西雅圖等城市 進行街頭暴力抗議和騷亂 蒙大拿州眾議員、共和黨人米切爾 在星期二的一個聽證會上透露 這項法案正在接受審議 他說 這將傳遞一個信息 就是我們不會容忍這樣的組織進入我們的州 Antifa是反西斯主義的簡稱 但一直在觀察和紀錄Antifa活動的獨立記者 安迪·欣哥指出 這裡的法西斯主義 並不一定指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者 因為Antifa組織也經常說人民是法西斯主義者 而美國本身就被大多數Antifa成員定義為法西斯 欣哥還補充說 在波特蘭發生的黑群襲擊是不分青紅造白的 並不是指針對所謂的白人至上主義者 俄勒江州波特蘭在美國Antifa運動的中心 他說 我是家鄉波特蘭親眼目睹的是 他們不分青紅造白地實施暴力行為 不僅針對財物 還針對民眾 他們一直在不斷地升級 升級 他指出 Antifa的最終目標是 揮除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 建立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公社 他們相信 他們可以在無政府的情況下組織社會 信徒通常認為 沒有人應該擁有私人財產 欣哥還認為 即使在拜登就職後 極左團體也一樣不會停止騷亂和示威 由於一再受到Antifa極端分子的死亡威脅 1月23日 安迪欣哥表示 他不得不逃離美國 現在已經搬到英國倫敦居住 緊隨澳洲之後 加拿大星期四也誓言要讓臉書為新聞內容付費 並在與臉書大戰中尋求更多盟友 加拿大還承諾 如果臉書好像對待澳洲那樣封殺加拿大的新聞 他們不會退縮 18日 臉書在他們的服務上屏蔽了所有澳洲新聞 引發全球關注 封殺原因是澳洲提起立法 要求臉書和谷歌就引用新聞連接 向澳洲出版商支付費用 澳洲總理莫里森 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尋求各國領導人的支持 鼓勵各國人加入抗爭臉書的行列 據路透社報導 加拿大遺產部長吉爾·伯特負責起草一份類似澳洲的草案 該法案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公布 吉爾·伯特譴責了臉書的行動 並表示不會阻止加拿大的努力 去年 加拿大媒體組織表示 澳洲的做法將使出版商每年獲得6億2千萬加元 他們警告說 如果不採取行動 加拿大將損失總共3,100個印刷媒體職位中的700個 吉爾·伯特說 加拿大可能採用澳洲的模式 要求臉書和谷歌和新聞媒體達成協議 向後者付費 或通過強制性中裁就價格達成一致 加拿大的另一個選擇是效仿法國 法國要求大型科技平台和新聞出版商展開談判 吉爾·伯特說 我們正在努力研究哪種模式最合適 上星期他和法國、澳洲、德國和芬蘭的同行 就合作確保網絡內容的公平補償進行了交流 他說 我估計很快就會有5個、10個、15個國家採用類似的規則 在某一點上 臉書的做法將變得完全不可持續 路透社引述多倫多大學教授梅根·伯勒的話說 臉書的行動標示著一個轉接點 這個需要一個共同的國際方法去應對 他說 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一個聯盟 一個反對這種壟斷的同一戰線 這個可能是非常大的 這個星期 臉書表示 新聞內容在他用戶的新聞動態中 所佔的比例不到4% 並且辯解說 去年他幫助澳洲出版商 創造了大約4億700萬澳元的收入 另一家高科技公司谷哥 在3年內和世界各地的出版商 簽署了500份價值約10億美元的協議 來提供新的新聞展示服務 並與加拿大公司進行談判 美國庵薩斯州庵薩斯城的大主教 魯曼欣在最近一次採訪中表示 拜登需要承認 他對墮胎的支持行為 與天主教的理念相矛盾 魯曼欣是美國天主教 主教會議支持生命活動委員會的主席 他在2月份接受天主教世界報導採訪時 討論了拜登的天主教信仰 媒體和記者經常將拜登描述為 堅誠的天主教徒 不過 拜登因支持和倡導天主教明確反對的政策 而受到批評 拜登支持墮胎權 很多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信徒為此堅決反對 並認為墮胎權是目前相當重要的問題 魯曼欣建議 拜登本人應該對自己的信仰採取更誠實的態度 拜登應該停止將自己定義為虔誠的天主教徒 並承認他對墮胎的看法 和天主教的道德教導相背 根據天主教會的教導原則 墮胎是危害人類生命的罪行 構成嚴重的罪行 墮胎者將自動被逐出天主教會 魯曼欣說 當拜登說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時 我們主教有責任糾正他 雖然人們給了這位總統權力和權威 但他不能定義什麼是天主教徒 什麼是天主教的道德教導 他說拜登的行為是在散奪主教的角色 溫柔視聽 表現得好像忠實的天主教徒可以支持墮胎 主教需要糾正他 他的行為正在違背天主教信仰 拜登上任後已頒布政策 允許資助和墮胎相關的海外機構 並在涉及墮胎法的羅素韋德案 48週年之際 承諾星期五任命尊重這項裁決的法官 並在之後將羅素韋德案編入法典 拜登就任總統已將近一個月 民主黨左派仍沉迷於仇恨前總統川普 Hannity在節目中說 左派的傑斯代理顯然是永無止境 民主黨人仍沉迷於仇恨川普的一切 他們有病的腦似乎是每星期七日 每天24小時都想著川普總統 因為他們無法放棄自己選擇的毒品 這就是仇恨和憤怒 民主黨議員仍在進行努力 繼續打擊川普 加州民主黨議員桑切斯提出一項法案 防止川普在過世後 葬於亞令頓國家公務 還要禁止聯邦政府以川普的名 命名任何紀念碑或建築物 喬治亞州民主黨眾議員 威廉姆斯甚至提出法案 要禁止川普再次進入國會大廈 Hannity認為 疫情仍在持續 提出這樣的法案 等於是在浪費議員的時間和精力 他在節目中說 蘇以百萬計的美國人 無法獲得COVID疫苗 無能的州長將首次提供疫苗 搞到一團糟 蘇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失業 高薪職業的工作確實被奪走 這個國家能源行業正在被摧毀 這才是你們民主黨領導人和立法者要關注的事 他還表示當涉及到批評新政府時 主流媒體便不知去向 因為他們亦過分專注於對川普著魔般的狂怒 在節目的最後 Hannity呼籲美國民眾參與入來 阻止民主黨左派的激進議程 好了 這一節的越南新聞節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分享給你的朋友 亦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